来看呀 你看这一家的狗狗特别多啊 厉害了 有狼青 有比雄 有泰迪 泰迪还有两三种颜色啊 还有鸡毛啊 太多了 狗狗 来问他家的价格啊 这泰迪啊 来看看 这泰迪他家 老板 泰迪他家 泰迪700 这是香槟色的 香槟色的 你打一秒了吗 啊 取冲了吗 我感觉给没取冲了呀 你还没修毛呢 洗过早了 洗过早了 谁要给谁修哈 洗杯太贵了 这都是小体的哈 都小体格的哈 我看长压了吧 你能能修 哎 长了一点点啊 看这牙齿啊 长一点点 啊 都长压了哈 也得两个多月了哈 都长压了 都长压了 那少拍最少多少钱的小家伙 三百能拿吧 这呢 三百 看看 菜的一步怎么掉毛哈 这香槟色的应该便宜 要这种颜色应该贵一些啊 这让你便宜点吧 行吗 小哥最低价 最低啊 最低 最低 最低五百块钱 你要卷弄那你拿走 可能拿走上 有点贵了 这样 你能请啥家 好家伙 能请太贵了 工的哈 能挺贵啊 哎 你能听自己多少钱啊 啊 让我说啊 你让来我去年是买的 应该远非差不多 比这还大一点呢 我拿的是六百 啊 你看你这个家 你能过一条吧 你今天你过一条吧 八百 八百 再往下买一点 不买了吗 打几个一秒来 这个狗快大来 一秒齐全的 这是春种的狼青啊 公的母的哈 两个公的哈 两个公的这是母的 哦 有四条狼青啊 四条狼青 三公一母啊 这狼青 这个笔熊是一秒做齐的啊 这成年了 这八个月了 这是公的哈 笔熊太瘦了哈 他的狼青说的最低八百啊 我估计的话七百差不多能拿六百可能有点难 他家鸡毛比较多啊 今年的笔熊特别多 咱过去逛逛看笔熊的啥价格哈 笔熊今天都成呆了来这边看看吧 这笔熊啥家 笔熊啥家 笔熊都承载了 你知道不 承载了你的笔熊好闹啊 再好 再闹 现在都没有了 这啥家你说 最低啥家 你就说最低价吧 行吗 我得跟你说 五百万你哪不是 现在笔熊都便宜了 知道不 我带你看看有多少我 是我的 今天没有没有一百多条笔熊 我都吃了他 他说一百多笔熊 我都吃了他 啊 你说这个最要多少钱 是在来的 一千万 再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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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那么卖那么硬着吧 这是这个母的 你看 这两家你给我说 啊 要一个要两 要一个喝什么要两 没关系 拿不了 这个小铁的 几个月了 压才刚长出来 还 也不有四十多铁四五十铁 走 咱再接着看一下 这边还有了 他说最低八百 你这边还有好多笔熊啊 今天的笔熊都存在了 这笔熊那家 多少 你真假的 什么一千四 人那边六百七百 啊 你是你是在来的 你自己的多少钱吗 均匀行啊 均匀 给美女啊 一千三一万 啊 人家那边六百七百 你看那么 几个月了 你来说 你的故意的搞 让那边看 这边有太迪哈 这太迪也不错 这太迪不错啊 一秒应该做起了 太迪 今天这笔熊 我今天我们一讲 这边也是笔熊 看这笔熊 这边的笔熊还比较 一摸起来比较壮实啊 笔熊特别多 今天 不下于五十多个 人这边有笔熊 这笔熊啥家 好家伙 还敢要一千二来 人家那边笔熊都是五百六百现在 今天留一百个多个笔熊 今天市场的一百多个笔熊 你要的呢 笔熊到夏年 这边咱们都没有 你看 你看这边有雪南瑞啊 是不是居贵不错 这个居贵啥家 有两千多的 两千有还不贵的 咱今天一秒的 拱的木的啊 这个是拱吗 这是拱的 拱的这是拱的啊 几个月啊 你都少不这个 你说最少多少钱有吗 最少多少钱 这个拱的 你都看下我 我不担了 你说最少多少钱吗 最少一千八少了不卖了 有点高 哈哈 加个高 冰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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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冰贵 冰贵贵冰贵贵冰贵好挺的 真的啊 这两条确实不错 牙齿你三个多月了 毛色也好 价格真不贵的啊 保证能反归色啊 这是现在就三个月左右 行 咱先就到这里吧 这边有灯木啊 这边有灯木 看那边的修柜啊 我差不多 差不多得一千六差不多能拿啊 差不多 我只能说估计啊 呃 这边有灯木啊 为灯木 咱这样吧 咱去那边看看还有什么狗啊 先关注一下